fax 分两步讲 第一个的话就fax本身的一个情况 本身它是一个做稳定币的 稳定币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稳定币做的很牛逼的 然后它现在有10亿美金的这个staking 这个很少有人现在做得到的 10亿美金 10亿美金的 就是我们讲叫marketcap 对它的这个体量 现在基本上我们讲四大稳定币 四大算法稳定币 第一大当时的时候是luna 200多亿崩了 第二大的话 当时的话应该是叫费 三次十亿没了 第三大的话就是fax 然后的话 现在还有十亿 第四大的话 可能我大家还没有印象 一个叫 叫叫叫什么的 我给忘了 反正也没了 已经已经快没了 然后基本上已经已经快归零了 当然也看一下apaga 就是羊驼 羊驼的稳定币 现在有四百多万美金的一个市值 这个marketcap 然后是在这个 呃bac链成 就是很多花下来的不多 还有bodyfly 这都是小的 所以现在fax的话是排名第一的算法稳定币 这样 这个是它的基本盘 这个基本盘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不知道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能不能理解 因为我读了这十几篇文章 才才理解fax到底是怎么玩的 它其实是一个 我一般我们叫稳定币有三种 一种是超个底压 类似于die这种超个底压 一种的话是这个 呃就是就是无底压 就是类似于luna这种 左脚柴油脚luna这种 然后fax走了第三条路 叫做半底压 或者叫动态底压 现在目前fax是有80%的这个这个就是usdc稳定币 20%的fxs它的自身的代币 然后组成了一个资产池 然后发成的稳定币叫做frx 跟美元一比一刮钩 基本上是呃没有什么波动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啊 没有什么波动的啊 比busd还稳的有时候 ok 那么它这里边其实就是一个自动化市场运营 amo 然后他拿到了我们讲叫讲正常讲一比一嘛 剩下的20%的usdc去哪呢 他把它存在了curve 存在了ave存在了这些其他这些 叫做这个这个就是衍生品里面 去拿到了一些奖金 拿到一些奖励 他们这些奖励又给了这个frfxs的这个质押者 叫vefxs 所以我们去去玩fxs的话 其实你要你要把它的经济模型理清楚 或者经济模型搞透 其实可以很赚钱的可以做到循环 可以做到百分之二十几的 百分之二三十的收益率很高的 而且风险我们讲极端风险就是百分之八十 而你还有百分之八十的本金亏百分之二十 就相当于是fxs归零 你也是只亏百分之二十 所以比luna会luna这种是直接归零 要好很多 对 MO就是可以扩大功能量 又是可以提高借贷利率的 然后我指的是提高的话 你在fxs里边的usdc的一个质押 那个就是利率 然后减少的话就是市场借贷利率 然后它比较廉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 或者说有没有了解这个银行的模式 其实银行就是特别特别像fx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象一下 我们把这个钱给了银行 银行拿着我们的钱 做了百分之十六点几的存款准备金 加上了剩下这些空气 一般来讲我们讲银行的债券 然后合到一起 然后再把这些钱借出去 这就是fx的模式 只不过是fxs是百分之八十的存款准备金 这就很牛逼了 当然我如果牛市来了 我举了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万一牛市来了 大家对去中价稳定币 对fx的一个需求量高了 会发生什么事呢 导致了fxs的价格上涨 fx价格上涨越涨 然后人们对fxs的这个需求就越高 那么fx这个稳定币的需求量越高 这个生态做起来了 那么导致或者说会造成一个情况 它现在是百分之八十的usdc 配百分之二十的fxs平台币 那么未来在需求量越来越高的时候 fxs的价格越涨的时候 那么它的比例就可以倾斜 倾斜就是mo 自动化的倾斜就是mo 我等一下看一下 它现在的一个 一个一个 Dationalide的一个 Vitual 百分之二十三 左右 甚至是有时候拿到百分之九十左右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价格 唯一fxs 这是它的质压率 那么回合来讲 有没有发生的可能性 我们假设有种可能性 最后是百分之八十的fxs的一个质压率 百分之二十的usdc 依然人们在玩 因为它既然这个trash道里面 它的它的金库里面有那么多usdc 它把usdc拿去了 做这种质压也好 做借贷也好 做稳定币也好 然后它能够有这么多的收益 其实大家是喜闻乐见的 那么这就导致了大家双 多方共赢 经历过一轮牛熊 我自己对fxs的一个市场 我觉得它至少是可以达到百亿的 就是不能说完全达到这个上轮 Luna的这个生态吧 但是达到一百亿 是完全没问题 在牛市的时候 ok 但这是这个吹牛 然后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然后看一看fxs的这个 在lsd赛道 在其他方staking赛道里边的这个表现 也挺牛逼的 很亮眼 这个大家看一张图的 看看这张图两张图 一张图的话 最后最后我们讲一下 讲两张图结束 然后一张图的话 其实就是现在的lsd赛道里边核心玩家 little rocket pro flex sd anchor 还有那个face就不讲了 然后他们总共的在去中心化 这里边 整个占比是32.98% 就是conbase这些就剔除掉 因为那是中心化的 ok 然后我们讲little一个市场占有率是29% 在这里边占29% 然后第二名是2.37% flex是47% 这些你看起来好像flex第三名没怎么样 那大家看一下增长比率 就怕增长 为什么我们现在比较看好中国的这个经济和未来的发展呢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增长是在5% 而美国的增长是1%不到 当然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好的的话 对吧那么这个增长比率的话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虽然基数不大 但是增长比率大 那么未来你的市场空间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fxs在超过rocket pro的路上 而且是很快了 这就是结论 再看一下这个曲线 这个这就是fxs从起步到上升 换一下我来看fxs的话给了大家太多上上车的空间了 上车的机会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里 1月1号 1月1号才四到 这么好的机会 上车 其实很好的 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原来fxs进步到第四名了 这里边这个地方是进步到第三名 那未来进步到第二名会在哪里呢 对吧 大家猜想一下会在哪里呢 对不对 rocket pro现在 现在没有质压多少 但它的市值可不低啊 市值是超过fxs的fx还有两个业务 一个稳定币业务一个rst业务 ok那么讲一下原因啊 我们倒退一下原因 为什么fx它增长比率这么快 其实说原因也很简单 还是跟钱有关 因为它可以提供将近8%的收益率 而其他的像little只有5% rocket pro5%的不到 2%多一点点 有时候所以其实你想要去跟别人争抢业务 只要在基本面情况他们基本面是一样 没有说谁比谁牛逼谁比自己强多少 都他们是一样的都是中心化的啊 就是链上中心化链上中心化的 所以没有核心区别 那么就拼价格战啊 那么现在fxs可以提供百分之八点几的一个一个一个呃呃就是奖励 那为什么不选择对吧 为什么不选择flex肯定的呀 大家都会选择flex的 所以它的增长增长率会这么快 这是个原因的 当然具体在深究的话 它这个他这个比率 它这个收益率为什么会比其他的高 那么就是牵扯到就是flex它是curve的最大股东 它是cvx最大股东 它能够控制fx eth和eth之间的这个十字的奖励 它就把这个奖励给加大 所以它能够获得比普通的lado也好 rocketpo也好 这些啊奖励会多这么一点 多一点点 我们多1%就有很多人很多人愿意了 比如说现在多3% 3%跟5%什么概念 多了80% 对吧 这个东西你的收益率多了80% 如果你有1000万的话 然后你每年赚相当于是 对吧 你有100万的话 每年是赚5万块钱 1000万的话是50万 现在一年可以赚80万 那么大部分都愿意去多赚着30万 这这是一个很很大的一个一个一个数字 OK 其他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提提问题吧 看有什么需要交流的 以上 然后我这边看到评论区有伙伴 有问到说一级的投资人在lsd 还有什么机会吗 第一个点的话 其实就是现在一级市场不多 如果如果愿意做 你要你要足够的流量才行 比如说举个例子 这两天不是比较火的江西一个CX盘吗 你要能把那些钱拿到你自己项目上 我们这样正经的 不要做CX盘 你有这样的一个营销能力 然后你能够拿到这么多 大概2500多万 然后在你的这个平台上面做staking 然后你用dvt的 你用这个dvt的技术 就用ssv的底层 完全没问题 然后你还可以给别人的奖励 将近年化7%8%是可以做得到的 然后这是第一第二的话 就是最近我在看一级市场 如果有合适的话 到这看有没有什么合作的点 然后可以跟这个不经传他们去聊一下 也没问题的 我会发出来的 对然后项目不多 而且估值不低啊 这是现状 而若不得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因为我是做一级 刚刚那个问题也是我提的 然后就很感谢您的回答 我您刚刚讲到的一个点是说 现在一级LSD领域 它的估值很高 然后但可能也没有做出来什么 那其实它的这个估值就是前置的 然后一级投资人进去投这些项目的话 呃那其实财务回报上是 很难说能够兑现这个回报的 是吗 这个不一定 就是说因为这个市场足够大 想象空间有大就足够大 它有龙头效应 就是我们做一场投资 第一点就是对标嘛 对标其实最好投 因为龙一龙二 你投不进去 就是那个谁说 就是我忘了是谁的一句话了 就是好像是 好像张磊吧 就是说他投投赛道 他投投赛道 然后你可以投后边的排名 就是七八九十名的 他们的量虽然没那么大 但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说Rocket Paul Rocket Paul这种项目 就是从仔细看就很垃圾 他最近长的就是不少 他甚至比类都长得多 这个你怎么解释 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投中一个 比如说举个例子 现在估值两三千万美金 然后未来他的业务量 可能能排到个前十 甚至前二十 那么整个市场对他的估值 就会很有泡沫 然后当然最后泡沫破灭的时候 或者说潮水下雨的时候 看看谁在裸泳 那么我们再说嘛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说回报 我个人觉得还是要看个人的判断和选择 以及团队 有没有这个营销能力 因为这是实打 对对对理解您的意思 然后因为我们看那个每每一个赛道 如果说我们想在一级去投一些项目的话 呃 尤其是早期大家都没有跑出来 也可能在业务的数据上也不太好比较 然后只能说更多的早期 就是看投人或者投他们的想法之类的 然后那这个其实是有很多钱砸进去 呃能不能有那个机会说让你投的那个项目跑出来 这里面会有很大的成本的损失 然后跟那个风险回报又不一定对称的问题 所以你还不如买ssb呢 对所以我在想是说参与这个赛道 是不是二级是更好的一个办法 不一定这个要看嗯一级市场玩的还是朋友圈 对吧 就是说朋友圈有没有这样比较牛逼的人 能做营销的人 然后营销天才 我不认为现在FC赛道的话战争已经结束了 未来还有很多很多机会 你想想看将近25倍的增长空间 你在哪个市场传统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从传统转过来 我个人是从传统投资转过来的 在传统市场上你找哪一个赛道能有25倍的生长空间 这叫市场市场增长空间 想象力空间无限的 你就增两倍到三倍就已经可以龙头转换了 25倍啊龙头换好几次 我投屏的目的是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说这里有这个这个STTH的这个收益率是6.95% 啊然后已经降下来了 就是说当参与的越多的时候 他这个数值就会下降的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Lidl现在是5% 然后多了多少 多了75% 四五十的一个数据率 这很恐怖 如果有新的这种 然后然后他能更更好的结合起来 那么是不是可能增长 增长比率会更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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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